关心财经类议题接着是由DSG财税法事务所赞助播出的财经报理之 首先欧洲联盟外传布鲁塞尔已经开始考虑容忍15美钢铃限制 避免大西洋西岸爆发贸易阵 加州经济规模最近达到2兆7千亿美元 正是超越了英国成为全球第五大的经济体 为了迎接一年一度在美国举办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 台湾国防产业发展协会宣布将提前在高雄 先来举行台美国防产业论坛 最后是台湾财产法人车辆测试研究中心宣布 电磁相容实验室获得美国哈雷机车的全项认可 是美国境外第一家被认可的实验室